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铁您好 欢迎来到港大 您好 我知道您是长期在南方周末公职 您也写了非常多很有名的评论 您能够介绍您在南方周末的一些工作吗 我在南方周末工作了两年是做首席评论员 从2011年到2013年 当时主要的我差不多有80%的时间 就是出版的《南方周末》上面都会有我写的社论 就这样一个情况 后来是怎么样决定出来创业的呢 您是怎么考虑的 首先我一直对互联网创业都非常的有兴趣 我也觉得这种技术的或者新媒体的这种手段 甚至是别的互联网项目它不是媒体属性的 它也正在非常深刻的改变着中国社会 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自己对这一领域很有兴趣 我身边的好几位朋友也都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我也觉得有这么一个机会 而且身边也有这样的团队能够一起出来 来做一件事情 对 不过呢听起来《南方周末》写评论呢 是一个非常之庙堂之高 江湖之远的这样一个我们说高大上的议题 那么做这个创业呢 现在应该是有比较接地气 我们说是吧 那您这个转换内心的转变上这个过程 有什么挑战吗 也会有一些 就是以前做《南方周末》做评论员的时候 就是出去的往往是别人来请你 现在你有很多事情要去求别人 要去让别人帮忙 对 会有这么一个反差 但是创业同样还是很快乐的 对 那大家说这个媒体人创业最难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又从媒体思维到所谓的产品思维 那您能够结合您做的第一款 就是任土科技这个产品来结合您 当时怎么样切换到产品思维这个方面吗 我觉得其实写文章的时候 我们也要很多的时候要考虑到 就是怎么样让读者更好的领会你要表达的意思 其实对于这种市场 或者说整体的读者这种情绪 他的判断和做社交产品是有相似之处的 是有共通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很多媒体人做社交类的东西 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比如说像我的好朋友唐岩做了默默 就是一个取得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我觉得这和他以前做媒体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做媒体和做互联网它有着相通的地方 那媒体人跟投资人打交道 会不会也会存在的一些挑战呢 从你的例子来看 可能我决定开始出来创业的时候 我就把自己放的会比较低一点 就是我也没有想过就是说之前在媒体里面的一些民生 会给我带来太大的帮助 因为在商言商 生意就是生意 那想一想您现在最近最新这个项目就是云门科技这个项目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做云门科技这个项目呢 是在现在的这些封闭式的小区的大门口和单元门口 就是公共的门禁上面加装一个很小的一个盒子 我们是免费给所有的小区加装的 加装之后呢 大家以后进这个小区就不再用卡了 而用手机的APP摇一下或点一下就开门进去了 非常的方便 他的好处呢就是用户得到了体验的提升 然后物业管理更加智能化 我们呢获得了整个小区的用户 我觉得他希望他未来成为一个社区O2O的一个入口 好那谢谢你希望您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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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